作为内地新生代女演员 其向拐桥古林金冠的坦松韵一直备受大家喜爱 虽童小学习舞蹈 但是尤其热爱演示行业 05年就开始接触表演 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终在电视剧《后宫甄嬛传》中 扮演纯贵人一脚而受到关注 演技好人品佳心学好问的优点 让她的视野稳不胜生 知名度提高的同时也斩获了多个饮食大奖 长相甜美多才多艺的她也特别着人喜欢 在《综艺朋友请听好》里面 谭松韵一出场就自带韩剧甜美的氛围 网面看到后就立马热情上前为她提包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听到谭松韵说想喝水 紧博然立马上前帮忙倒水 在竞选导演的游戏环节 谭松韵一个奇迟的小眼神看到张一龙 张一龙立马宠意到放弃选择最具公信度的何酒 该口说投小姑娘吧 果然不论是谁都不能拒绝一个甜妹啊 那么看完视频 大家喜欢谭松韵吗 欢迎留言评论